就说恒指了 昨天其实失手了26,000 20天线都失手了 其实都好像 开个图出来先 所以暂时就看到 是不是有个小双顶的状况呢? 有没有机会 你看短期的反弹的情况下 是不是已经见了短期的高位呢? 有没有机会或者涨博下市低一点的水平呢? 当然我想过去那个星期 都说过港股本身觉得有个反弹 当时看的目标大概是26,800 到之前8月份的高位 但是你看到前日去到26,500 即是50天线已经开始有助力了 的确论弹力上说 比自己预期都是弱一些 但是这一刻来说 是不是因为昨天这样一跌 等于又要再穿大 或者是一个很差的格局呢? 我觉得又未至于是 虽然你说昨天来说 轻轻穿了20天线 要看着今天或者将来这两天 究竟20天线可不可以再受到稳定? 如果是继续守在20天线上的 其实就未完全留得太差的格局 但是就算是穿20天线下去也好 是不是真的像双顶 要再穿下面呢? 我觉得反而你看到这样看的 如果真的假设穿20天线的时间 有个厤印象 即使 Uncle got account 可是我们确定暂时 其实暂时整个港区 整个港区 您 就要跟着 继续下来圈 속 能看着这间宜宥 revenue 比较低的情况 要怕再试低的位置 我觉得起码明显地 再打穿七、八月两个低位 延续下跌趋势 这样才会再试低一点 但明显地当然 因为过去这些消息 特别对科技股的因素 大家的看法上 耍耍耍耍耍 再想现一段要向上 弹回头的力度 除非有多一些好的消息 否则有机会短期的反弹 可能是初步完记座吧